大地战之后花莲除了两栋大楼倾斜 拥有46年历史的国军英雄馆 外墙瓷砖也大面积脱落 玻璃门碎裂 内部也受创严重 得要暂时修管一个月 而汉平酒店两株破裂 同样受创惨重 业者也决定要提前拆除重建 天遥地洞之后 花莲国军英雄馆外墙瓷砖大面积脱落 钢筋水泥裸露墙面破洞 主粮也破裂 民众看到这一幕相当错愕 走进饭店内部玻璃门碎裂 缺陣楼梯上砖头墙面掉满地 回想地震瞬间馆长心有余悸 很明显的摇晃 而且我们的一楼大厅的水晶灯 的水晶都已经砸下来了 比之前的东两东六还大 第一时间所有房客进行疏散 只是拥有46年历史的花莲国军英雄馆 受创严重 得暂时修管一个月 裂缝裂得蛮严重的 一楼以及到地下室之间都有蛮多的受损 那三楼以上的房间都反而都是安全无遗的 目前我已经申请县府这边结构技师来评估 那评估之后才能决定后续是用补强的方式 或者是有其他的方式来补救 另一头花莲汉坪酒店同样受影响 缺者门挤压变形 起楼柱子大片瓷砖剥落 两柱军裂 就怕酒店随时会倾斜 中美路一带先封路 避免民众靠近 业者除了将联络旅客全额退费 也决定提前将酒店拆除重建 大地震过后受波及的饭店业者 纷纷停业盘点损伤状况 索性访客人都平安 记者陈金叶花莲报道